作词 李宗盛 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 黑暗无声消失的人 也曾渴望白日里活 被命运束缚的一个 我要怎么挣脱 谁在耳边说 出我中的坠落 那就烦烧我 烦烧我的执着 苦海里泛涌 眼中关下多少作人 不认知道德 或许在救生着 黑暗里无声 违望终于活着 重生的火 梅林手里的令牌 果真是假的 想查假令牌 还有当年君治司 剩下所有相关人员 或许这真的可以成为动工罪证 怪不得王爷要打断计划 冒险去救梅林 王爷 你的伤 死不了 太子为了自保 必然会守着张印 咱们的离间计成功了 接下来 只等张印开口反咬太子 盯紧张印 由任何风吹草动 随时来报 是 把印将军送来的东西 抬到库房 慢点 往这边走 大家都小心一点 来 林将军换房回京了 这人还在路上 就拆人将一箱箱的补品送来 王爷 林将军这些年还是急挂你 照例入库吧 是 林将军回府 随时来报 将军听闻锦王遇刺 林也赶快招金 林将军听闻锦王遇刺 林将军听闻锦王遇刺 一路上 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上 为何此刻 不去锦王府探望了 本将无需亲自探望 已经送去补品了 他若想回礼 会亲自登门 将军年年送礼 年年毫无回忆 将军又何必白配这心思 这是刺杀锦王的那个 西安美人的画像 我让你查他身份 你给我他画像做什么 此人身份我已经查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圣旨所说应该就是真相 他不堪受辱 所以刺杀锦王的 还挺有骨气 刺杀锦王这些年 真是越发地荒唐 将军何必还惦记着他 同袍一场 我实在不愿看他就此成了 不过 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 应该已经改变了 西安美人遇前刺杀 他能求情不计较 无非是雇全两国和亲大局 快点 快点 赶紧搬进库房 快 这是锦王送来的回礼 不是 丙将军 是太子殿下送来的 恭贺将军回京 我们带回来的东西 调两岸给东宫送过去 就当回礼了 是 我带回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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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丫头太野了 皇上说 只要我能打赢你 便能随你们一同出征西安 那我更不能让你赢了 在这场上 本将可不能腾住手保护你啊 我才不要你保护 上好的千年寒铁所制成的 只有只一把 给我的 老规矩 赢了才是你的 本将赢了 殷将军武艺抄群 锦和甘拜下风 不过 既然我送了你一个宝贝 你也该还给我一个宝贝吧 你想要什么 等我想好了回礼 再向你逃吧 好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 殷将军 咱们多年未见 今日 不醉不归 可惜 只有美酒 少了些乐趣 不如 叫几个武器过来注注信 将军府可没有武器 可惜了 可惜了 本王听闻 殷将军得了一南阳宝物 赤福子 听闻此物 解千愁 望百悠 你说 是这杜康解悠呢 还是那赤福子解悠啊 这就是你来将军府的目的 如果将军 肯割爱的话 你可知此物 久福会致人神志不清 知道啊 不过本王看将军 可是清醒得很哪 我赤赤福子是用来止痛的 而你是用来沉沦避世 我以为你已经想通了 早想通了 早想通了 佳人在侧 今尊美酒 可不比那些 整歌待旦的日子 逍遥快活多了 莲营吹角 沙场点兵 护大言国境 万事太平 威北将军的宏图壮志 你都忘了吗 现在哪还有什么 威北将军啊 是逍遥景王 威北军没了 还有平南军 只要你能重拾知晓 本王是罪人 让罪人带兵上针 无言面对青州百姓啊 青州已经烧了 但只要青州这个地方还在 他就能滋养大言的万千百姓 这都是你的功劳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威北军赃送青州 就当是赔罪了 不值得在藏宋湖陪陪将军 不值得在藏宋湖陪陪将军 将军一席话 震荣发聚呀 可惜本王御劫多年 一时难以解开 本王是为了赤福子而来 还好将军不利相赃 好 老规矩 赢了便是你的 普遍 将军武役朝群 整个大远将士无出其右 本王 敢白下疯 那这赤福子 便不能给你 阎将军 这把匕首的毁礼 该还了 什么人 死不了 找 王爷 张义去了 文华哥 梅林姑娘也去了 求美娘助我前往西安 张大人 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我若死了 这洪如寺也就容不下你了 凭借此物 会有人接应你 多谢美 请不吝点赞 参战主人 所有莫曼死事集结完毕 莫曼 擅长主人 锦王已经查到我们 青州一旦犯案必是死 所有人停止行动 隐藏余命 是 今夜观花阁 一个火口都不能溜 原来你才是青州真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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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签 好 好 好 是玲霓 究竟是谁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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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了 茶姑 现在什么时辰了 皇上须时才来防华殿 还有半个时辰 我阿兄给我的刀呢 公主 公主 刘公公特意说了 只认事情也是重罪 公主 公主 再来一次 皇上 皇上可是 真的要降罪了 您知道不就好了吗 皇上驾到 臣妾见过皇上 你是 怕朕 臣妾不怕 皇上 臣妾不 我 我不会 我 我 朕知道你也不会 你只是害怕 是 但是 臣妾是有一点点怕 这个匕首是我母妃跟我阿兄留给我的 有她在我就不怕了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嗯 知道 这个是动房页印针姐用的 默默告诉过臣妾 你过来 你过来 是 把手伸给我 忍着点 忍着点 朕要的不是一个燕妃 而是大盐和西燕的和平 而是大盐和西燕的和平 只要你能安心地留在大盐后宫 朕不会强迫你的 朕不会强迫你的 等你想明白这些道理 等你想明白这些道理 这把匕首 才能还给你 皇上 臣妾都明白的都懂 不 不 这些道理 没 过来 那些道理 这些道理 是的 你 那些道理 你 我 公公 文化哥失火了 我知道了 去去去去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冠仲 其草叶寺凤尾 其根一本儿种之冠之 故根名冠仲 可只写去毒 你疯了 蜂香树 树枝微苦 可治血神经 手头不灵了 蜂香 树枝高大 树皮呈灰褐色 枝干 蜿蜓有绕毛 叶子呈红色 有三角 而香 被灵仲 过来 把你帮死了 你才能吃 他要吃了 你吃了 我还能吃了 志夫子找到了 仇人找到了 文华阁 莫迈死尸 暗场主人 王爷 梅林为何突然会神志失常 他服用了赤夫子 产生了幻觉 他去文华阁是为了找赤夫子解毒 莫迈死尸 恐怕就藏在文华阁 秦也 速去文华阁 查探张晏的下落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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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清楚 留你一命 这夫子找到了 你休想让我再杀人 我不是你的杀人公军 你利用青州的仇恨 去杀害无辜的人 威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 他不该死 该死的人是你 暗常主人 又是幻觉 痛了 暗场是不能有痛的 是你把我变成了杀人公军 暗场的第一刻 就是爱他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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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你痛死 活着不在寒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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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爹 阿娘 阿爹 阿娘 阿爹 阿娘 来来来 好女儿 你娘今天就让我喝着一壶 你还巧 阿娘 爹不给我 撒娇也没有用 不给喝 来 吃果饼 吃 很甜吗 嗯 我阿娘做的果饼最甜 那是 我想好了啊 等威北军进城 阿爹 嗯 你继续打石头 阿娘 嗯 你开个果饼铺子 咱们家果饼铺子生意肯定好 你天天让你爹打石头 你干什么呀 对啊 我护着阿娘呀 哦 阿娘 嗯 来 哎 什么东西啊你 你是孩子你说 这实在是你爹给你打的嫁妆 你插我这儿干吗 哎呀 我又不嫁人 你竟不说 哪有女子不嫁人的 不过你放心 就算你嫁了人 我和你爹 也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嗯 以我的身手 嗯 受欺负的是那个人 受委屈的女婿不好招 你们两个就别惦记这个事了 不嫁就不嫁 爹杨泥肺 必须嫁 不嫁 不嫁 嫁 不嫁 坚决不嫁 坚决不嫁 不嫁 不嫁 嗯 嗯 嗯 家没了 我回不了家了 阿爹阿娘说过 有春花的地方就是家 找到春花 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小花 跟我回家吧 你不愿和我一起回家吗 走了 走吧 跟我回家 花在这儿 这儿也有花 这儿也有 这儿有两朵 这儿还有很多 到家了 到家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爷 属下刚才替姑娘把了一下脉象 姑娘的末脉之毒未解 赤福子的药性使中毒的表征消失了 只是缓解了毒法 为他患得一年之期 赤福子本可解毒 但是梅林姑娘的体质与常人不同 想必在流浪时为求生计 时过太多服务伤了身子 若为了解毒再服用赤福子 会即刻暴毙身亡 没有解药 赤福子带来的希望只是虚妄 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属下可为姑娘配置解毒药方 需要许多珍惜药材 找其绝非易事 尽快找 需要什么情况问 姑娘只有一年之期 就算解药配置成功 她也未必等得到啊 若等不到 那便是她的命数 是她的命数 朕不得扰 方大人怎么也忘了规矩 好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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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化阁全都烧没了 张印也被烧成了灰烬 就只剩下这根玉斑纸 此人当年就该死了 殿下留他十年寿命 他也该知足了 老三呢 锦王的人赶到温化阁的时候 就已经完了 张印这一死 锦王手里的证据 也就死无对证了 可惜啊 温化阁这么多珍宝 因为一场大火复制一举 想当初建成的时候 我和老三还进去 偷过一把湛云剑了 三弟 如果可以的话 本宫还是希望 能做回你的大哥 皇上 臣输了 也是难为你了 每次和朕下棋 都要多分出三分心力去算 究竟要插朕几个子 陛下明鉴 陛下棋力雄进 美洛一子都纵览全局 而外臣却只纠结于一边一角的得势 但是 终究是外臣其力不上 故而每次输于陛下 公子不日即将驴经 朕恐怕再难找到 如公子这般的岂有 不过朕一直有心事萦绕难以成眠 也只有公子回了西燕 方能解 外臣 心尽做了一些香粉 具有安神之效 愿能为陛下 解暗毒之法 快点上 有梅花的景象 此香名为雪中春信 是臣照着东离居室的香方做的 正月里的梅花积雪所化之水 再调以陈香 松露 玲玲等十几种香料 揉捏锤打七夕四十九天而成 琴棋书画 蘸花豆咬 酿酒之香 正可天底下 就没有你不会的 外臣所得 不过是些吴大勇的消遣 承蒙皇上太爱 可臣回了西燕之后 又能做些什么呢 大勇和西燕两国长久交好 是朕的毕生所愿 朕有止战之心 西燕有和平之意 这仗就打不起来 公子回西燕 能做的事可不少啊 臣愿为两国和平接近全力 临走之前 外臣还有一奏 事关和亲美人的分赏 或能消弭两国隔阂 大盐乃理一文化之邦 而美人们大多出身于尚未开化之地 对颜文严俗知之甚少 一生误解 外臣以为 红禄寺的美人们 若能先行席文 再而分赏 或能互生理解 不负两国交好之初衷 司法甚好 皇上若信任臣 外臣愿为美人教习 竭尽弘扬大盐文化 待美人们进学完毕之后 外臣再会西燕也不迟 外臣不负皇上所托 外臣不负皇上所托 外臣不负皇上 她 Olinda 外臣不负皇上 传唾宫 很多是 不得了 一颗死鳍竟然走出了葫芦 王爷 文怀阁已经烧成废墟 失手难辨 毒针的结了 您在文华阁究竟看到了什么 王爷 我看到了暗场主人 暗场主人 他说 王爷已经查到了 他参与青州之事 要求所有的莫迈死士停止行动 你看到的 是不是一个没骨有疤的中年男子 他是谁 兵部尚书 张应 张应 他就是真凶 他没有死在文华阁 他从密道逃走了 所有的莫迈死士都穿了灵衣 显然是遭人灭口 在文华阁纵火之人 是不是和青州屠城有关 本王也在查 张应他为何要在青州纵火 青州一战 本王隔了他的职 他怀恨在心 他想杀王爷 可以派很多个像梅林一样的 莫迈死士执行任务 可他为何要拉着十万个无辜的 青州百姓陪葬 本王也想知道 要杀本王尽管来杀 何必要拉着无辜的 魏北军将士陪葬 风将春花吹散 梦被凉了一晚 心事破碎成满天心寒 若命运太不肯 我身陷于你谈 爱不肯奈何坠入深渊 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 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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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